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有机会到会堂里来一起学道,愿神的恩惠与大家同在。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道理,题目,题目就是,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恩典,说到底呢,就是让我们不要去忽略,不要忽略什么呢,神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它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呢,都还有气息,都还是活着的,我们还有机会, 有机会,继续按着神的旨意,在做事情。 因为我们看现在这个地球上, 有很多的争战, 我们看最近,有一些地方呢,有这个水,有淹水的状况。 让人失去生命,动物失去生命,防止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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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看这所有的这些事情, 是一个,是一个,在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说呢,耶稣快要来了,主要再来, 要救我们到天堂去。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问自己说,我自己预备好了没有呢? 我每一天,有没有看中神的救恩呢? 我们有没有问说,我自己是不是忽略了? 如果说,我们看到自己确实是正在忽略一些事情。 我们对神的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我们不要再忽略了。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看西伯来书。 我读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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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节要告诉我们。 简文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逃罪呢? 中文里面有谈到罪。 简文里面没有讲到罪这个字。 但是,说真的。 如果说,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怎么样才能逃罪呢? 现在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都是被主耶稣拣选的人。 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救恩了。 我已经逃开罪了。 但是呢,若是我们忽略的话。 我们对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忽略的话。 我们要记得主的救恩。 我们不要忽略掉。 因为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会让我们陷在罪里面。 让我们没有办法得救。 会让我们落在死亡里面。 让我们以后得不到永生的。 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看看这个大救恩是怎么样子的呢? 这个那么大的救恩是谁给我们的呢? 是在天上的那位真神给我们的。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第三节这里说。 后半段。 这救恩是主亲自给我们证实的。 是主亲自说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救恩呢,是主耶稣自己给我们的。 主耶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 他是真正在天上的那位真神。 是他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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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给我们的这个大大的恩典。 给我们的这个救恩。 不是一般般的人给我们的。 是天上真神赐给我们的。 是天上真神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有机会得着这个救赎。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掉。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我们看到说耶稣为我们舍了他的命。 你看罗马书。 罗马书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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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爱 祂给我们的爱 就是祂将自己的命给舍了 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们说 主为我舍了祂的命 宁可为我死 好像每天听这句话 听来听去觉得好像就是一直在重复 听起来好像就一般般的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感动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觉得这只是一般般的事情 我们就是在忽略了 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般的事情 因为这是主对我们极大的一种爱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救责 是用祂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舍了的 为我们流了血 我们想想看祂宝贵吗 有没有价值吗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可以让我们脱离罪恶 让我们脱离罪 有一个人他病得很重 需要输血 有一个人愿意将他自己的血捐出来给这个人 好那这个生病的人因为有血可以得到输血 他就好像是生命了再能活了 没有再活一次 因为如果没有人捐血给他 他缺血他就会死掉 所以当有人捐血给他的时候 他觉得说他生命好像可以再活一次 他会这样想吗 他会想出他会记得说这个人能救我吗 对啊这样他肯定会觉得说这个人这样救我 那是一个很大的救人 如果人家不绝血给我肯定就死了 他会觉得说人家救我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那我们的话呢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认识主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自己是这个罪人 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我们不知道说自己是有罪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去谈罪的这个事情 我们去犯罪了啊自己都觉得没什么 但是呢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 耶稣呢将他的血流啦 就是要来帮我们 若是我们没有耶稣的血 我们的灵命 我们的灵命他是有罪的 他是会死的 我们日后是没有办法到天堂去的 我们不会有永生的 但是因为耶稣的保险 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再活起来 让我们以后可以到天国去 所以耶稣为我们 舍命的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讲是真的非常的宝贵的 因为让我们可以免去永远的死 我们看到说耶稣的死 主的目的 就是要将我们的罪喜 这样子呢来救我们 我们看罗马书六章 二十节 二十节 罗马书六章二十节 我们看为什么耶稣 愿意为我们而死 二十节 这里说呢 我们之前原先 都在罪的诠释之下 我们是罪的奴仆 这非礼寻常 罪管着我们 束缚我们 我们只能顺着他去做事 所以我们想行义 但是做不出来 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 之前我们的生命是那样子的 主流血 为我们舍得他的命 把我们从这个罪奴仆的身份 把它赎出来 赎入我们出来 将我们买的 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 罪他的公价就是死 但是耶稣呢 我们每个人看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我读 我们看二十二节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做了 已经变成是神的魔朴了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受洗了 成为神的儿女了 我们现在是变成是神的魔朴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 结出果汁 就是圣洁的果汁 我们生命的结局就是永生 结果就是我们会得到永生的 是在天堂的生命 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一点 神给我们的生命 神给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的大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在这一点 这样子的给我们 给的是属灵的生命 让我们悔改 让我们可以脱离罪 让我们以后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享受永生 这是属灵生命的那种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恩典吗 救赎吗 肯定的对我们来说 肯定是非常大的恩典 耶稣就是这样做了 祂让我们可以得到 那我们属肉的呢 对耶稣来说 我们的肉体耶稣常常与我们同在 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认识耶稣之后 比如他以前免信之前 全身都在生病 那时候可能病到 没有办法吃药 他把他之前的神丢掉 他悔改 来信耶稣 后来耶稣也按着他的信心 帮助了他 是凭着他 是凭着他 是按着他的信心 帮助他的 就让他可以脱离他的痛苦 这是属于肉体的这种恩典 有的人呢 他的问题呢 是魔鬼 这个是犯鬼的问题 他听到人家说 耶稣可以帮助他 他就来信耶稣了 耶稣也真的是帮助他 让他的苦处可以得到解决 耶稣来到这个 这个事上 他的目的 是要救我们哪个人 我们看马太福音 八章 马太福音八章 16节 17节 我们看到了一起读 16节 在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 被回复 他就能够 在耶稣跟前 他只有 一句话 他就能够 他就能够 出去 并且 就好 且有病的人 这是要 地宴 先知 以赛 他说 他代替我们的 软弱 担当 人 起病 阿们 阿们 看着这两个 节目 我们知道 耶稣 帮了很多 的人 帮人家 医病 他就能够 他 是 是 就是为了 应验 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他有 预言的 主呢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是主为我们担当的 当弟兄姐妹们来信神之后 愿意 按着他的信心 所以会帮助他 会赐福给他 让他肉体的生命也有平安 让他心灵也可以得到平安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灵还有我们的肉体都是可以得到平安的 我们想他是一个很大的救恩 如果我们觉得他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救恩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忽略 为了证实这些事情 这个大的恩典 这这么大的一个救恩 主耶稣呢他有给我们改印 来确认说我们确实是得到这个很大的救恩 我们看以佛所说一章这里 我们会记录词 我们会记录词 13节 我们会记录词 以佛所说一章13节这里 以佛所说一章13节 我們去看 市 título 閒 堂 當 我們 聽到 当我们领受这个真理 就是得救的福音 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大的救恩 确认说我们有得到应计 这个圣灵的应计 来印证作为凭据说我们确实是得到这个大的救恩 弟兄姐妹们也都有领受到这个圣灵 当然还有一些还没得到圣灵 没得到的我们要继续祷告求神赐给我们 我们这里看了有一点就是说 神会将这个应计给我们 是一个凭据 他是跟着我们的一种凭据 主说话不是说了就算了的 所以要给我们救恩 那总是会有凭据给我们的 那真耶稣教会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凭据 这些呢加起来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了极大的这个救恩 感谢主 什么叫做忽略呢 怎么样忽略呢 我们有一些认识的这个朋友 他们听过啦 他们看过啦 那些非常大的那种神迹奇事 但是他们还是不信 这些见证 还有这些奇妙的事情 他们不上心的 他们不管因为他们就是不接受 这个救赎多么大 他们就是不接受 他们看到事情 他们看到这么奇妙的事情 他们也是不信 看到吧 他们就是这样子就给他忽略掉了 在耶稣的时代 主耶稣也说过 我们看马太福音 十一章 二十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节 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节 二十节 耶稣在诸春中 因为许多艺人 那些从客人 终不回答 就在那时候 准备他们说 哥拉学那 你有快 多在大亚 你有快 因为在你 中间所行的地人 如果行在脱路西顿 他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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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答 我们可以 到我后 祝你 当审判的日子 脱路西顿 所受的 比你们 能够 能够 这是耶稣对哥拉训成 跟菩萨大臣说的话 因为耶稣在那边 行了许多的义能 神迹还有在那边 给他们传信息 主在那边做很多 他们眼睛看到了 听到了 耳朵听到了 但是他们有悔改吗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不悔改 他们不愿意接受 听见了看见了还是不信 这个就是忽略了 如果说他们没有听到那真可惜 如果说没看到那真的是可惜 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 但是他们看见了 他们也听见了 却是不信 也不悔改 耶稣说他们以后所受的很难的 审判的时候 他们所受的会很难 很辛苦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点 一章八节 我来读 我来读 我们看到那些在火里面的人 他们在那里很辛苦的 他们要在火里受刑罚 那是他们是谁呢 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不愿意接受主的人 不愿意接受神 主就是那在天上的神 听到了福音 听到了道理 看到了神迹 但是依然不相信 那最后 末日他们要到火宴里面 受苦 那是永远的刑罚 那时候就会离神很远了 他们在那里会 一大苦难 如果我们忽略 不愿意相信 也不愿意遵从的话 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愿意信 他愿意领受这个大的救恩 他知道说 耶稣救我没有错 他愿意接受这一点 他愿意接受 他想说我要 这个永生的 他想要设罪没有错 但是他不愿意听从神的道理 不愿意遵守神的道理 那他只想得到 对自己有好处的那些 那像这样子的能得到什么呢 我看到我们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 他愿意来真耶稣教会信耶稣 他知道说 真耶稣教会是按着真理来传的 这样子按着神的道理来做事情的 知道真的有圣灵的同在 但是呢 他们确实不操 不太操心这个救恩 不太操心神的这个道理 不太在乎 不太看重神的这个聚会 也不在乎教会 我们想想看 认识真理 愿意 愿意 接受耶稣 认识耶稣 但是不愿意顺服 遵守真理 这里这一点 也就是 他在忽略 知道 救恩 很大 确实呢 爱世界 胜过 爱这个世界 不愿意顺服 神的道理 我们如果说 已经信了耶稣了 我们 我们却不在乎 这些 遵守神道理的事情 那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有这样子问过 我们看 路加福音六章 路加福音六章 四十六节 路加福音六章 四十六节 如果是耶稣 他这样子问我们的话 我们是能够 我们能回答的上来吗 四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四十六节 你们为什么 通知我 主啊 主啊 也不尊我的话 行吗 看吧 称主说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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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主 我信耶稣 我知道主 有极大的救恩 要给我 我知道的 但是我不按你的话来做 我只是信而已 我只是知道就够 但是主说的话 我不要按照着做 那如果说 主耶稣这样子 问我们的话 我们怎么样 回答呢 尊重 主耶稣的话 很难吗 主耶稣让我们 想爱 必须想爱 让我们 互相的 这个 原谅 还有很多 都是主耶稣 吩咐过了 我们不要光贵 称主啊 主啊 但是呢 却不按照 他的道理来做 这是 这一点 要来提醒我们 我们爱 主耶稣 我们也要爱 愿意 来 遵行 他的道理 如果我们再看下来 四十七节 四十七节 我来读四十七节 他不喜欢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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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抵第二 在意 这一节 到底 哪里 这其实 是 哪里 哪里 三十七节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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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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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主的道理 并且去行的人 他就像一个人 盖房子深深地挖地 把根基按在盘石上 不管遇到什么事 发大水 或是水冲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也不会动摇的 也就是说像这样子 如果这个人 他自己就像盖这个房子一样 他很不容易会跌倒的 他只知道说 主让我这样做 我就这样去做 主耶稣让我那样做 不是说听了就不去做 如果他什么都听 什么都去做 那他就像这样子 这里描述的 他是一个根基扎得很稳的人 但是如果听了 但是不去做 那这样子的人就像是没有根基的那种 是没有这个基础的 风来了 他就会倒下去 那些听了道理 但是不遵行的人 但是不遵行的人就是像这样子的 那个就是忽略了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忽略的人 我们听到了这个生命的道理 知道说自己已经在领受 这个极大的救恩了 但是呢 去忽略 不去按照 不去遵守 神的道理 神的话 这样子 这一点会让我们呢 再次 跌下来 有的弟兄姐妹 他在服侍方面很有恩赐 主给他恩赐 但是他没有将这个恩赐拿来服侍神 这个呢 也是一种忽略的动作 我们正经有讲到 有一个仆人 他领了一千 主人呢 给一个仆人 两千 给一个五千 还有给一千的 那个拿五千的 跟拿两千 领到五千 跟领到两千的呢 他们拿了那个钱 又去生钱出来 又去赚钱回来 那个领受一千呢 他把那一千块 拿去埋在土里 之后呢 当主人回来了 就跟他们要钱了 他就将那个一千 拿回去 还给他的主人 看到吗 他领到了 但是呢 他就去懒惰 他没有拿来服侍 外面他 外面他 外面也没得 外面说 这个仆人是怎么样的呢 是又饿的 又懒的 丢在外面 让他 让他 哀哭 切齿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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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如何才能去避免忽略这样子大的救恩呢 我们要怎么样才不会忽略 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圣洁我们不要 我们要在主里面保守圣洁 圣洁已经给我们这个救恩了 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成为义人 让我们可以免去这个罪 让我们有机会得着救恩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救恩 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道里面 在神的这个圣洁里面 我们看西伯来书 我们在神的圣洁里面的上tes 我们在神的圣洁里面保守 我们来说六章 我们今天说六章 我们有一天看 我们要求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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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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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已经藏了天国的滋味了 我们已经蒙了光照了 我们没有在 我们不再活在黑暗里面了 我们也都有与圣灵有份 我们也藏了神的道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体系 我们都经过的这些 我们要保守自己 我们不要忽略地让自己跌倒 如果我们忽略 我们去跌倒了 我们还有多一次的 我们因为不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因为忽略而不听神的话 我们不看重神的救问 我们让自己 就 就回到这个猪中里面 我们又明明地羞辱了耶稣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我们父母的孩子 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去偷 去抢 去杀人 那我们的父母他们感觉到羞愧吗 他们这个面子是怎么样 耶稣救赎了我们 让我们脱离了罪了 但是我们不小心 我们还故意的去犯罪 那耶稣怎么样呢 我们不要这样做 感谢主 我们再看看今夜 我们应该小心的事情 让我们不要跌倒 让我们不要失去救恩 我们看传道书 12章13节 传道书12章13节 传道书12章13节 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作为人应该做的是哪些事呢 就是要敬畏神 我每天做的这些事情 我有敬畏神吗 这个人他一点都不敬畏神 他只是凭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情 就是按自己心里想要做什么就去做 一点都不敬畏神 这样子回来 我们要悔改 不要让这么一点 一滴的这些事情让我们跌倒 我们要思想神的道理 神的道理要我们要做什么呢 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顺着去做 神所有的这些诫命 神的诫命让我们做什么呢 今天我遵循了没有 也许还没有做 那就赶快悔改 不要说忽略那么一点 让我们失去了这个救恩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现今的世界 现今的世代是非常邪恶的 你不所谓告诉我们 五章十六节那里说 说这个现今这个世代是邪恶的 我们一起来看 一幅所说 五章十六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要我们爱惜光阴 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说 我很忙 但是我们也要依然 要将时间拨出来 来到教会里面来 不管怎么忙 也都要拨出时间 来向神祷告 只要我们有机会 我们就抓住机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现今它邪恶 这个世代它邪恶 它会拉着我们 让我们没有时间来 给神 会让我们没有办法 去遵照神的旨意 说十七节说 十七节 就是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 我们要智慧 我们要向神求智慧 让我懂得分辨时候 让我们懂得分辨这件事情 是什么样的一件事 让我们能够分辨说 看这件事情是来自于神 还是来自于魔鬼 看这件事情是神的试炼 还是魔鬼的试探 我们要努力地去了解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行供应 要我们圣洁 那我们按着祂的旨意来行 不是说道理只是听一听 不用行 不是这样子 我们听到的所有的一切道理 我们都要遵行 我们要功课起神 让自己能够顺服神的道理 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 来听神的道理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 来为主而活 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它一直在变化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要被毁灭这个世界 但重要的是我们呢 到底是预备好了没有 我们有没有难度 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 这么大的一个恩 救恩了 确实不去看中它 反而去看中这个世界 没有将耶稣 没有看中耶稣 那我们到最后 我们是真的不能够 能不能够得到救恩呢 弟兄姐妹们 我们对这个救恩 不要去忽略它 我们不要做那个沉沉 我们不要做那个退后的人 我们看最后一个经节 西伯来书十章 三十章三十九节 西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 我们去读 西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 成本的那种人 而是有信心 以及灵分的那种人 我们要做那个退后的人 我们要不要做那个退后的人 让我们的信心 如果我们让信心退后 我们会退到哪里呢 退到沉沦的地步 但是我们不做这样子的人 我们是那些往前的人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天国 我们的目的地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以后 我们能够得到永生 得到救恩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是往前走的人 而不是退后的 弟兄姐妹们 不要再忽略这个大的救恩 因其荣耀都归给神 我今天的道理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尝试赞美神 帮我承证 参加美神 踢手